從旁邊開始 開來囉 開來囉 搞定不就要看這首歌 聽到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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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畫面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開始了 Let's go! Let's go! 今天有很多新聞 首先先說一件什麼 先說一件瘋狂的 前陣子是說藥房瘋狂的 那些藥房瘋狂呢? 就跟你說,你可能要買個什麼 黑鬼油 黑鬼油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聽過名字就不太想用 是什麼活樂油 聽下去你就會知道我這個書巾活樂 黑鬼油其實都是類似活樂油 那為什麼叫黑鬼油? 因為他的嘴頭好像是黑人還是怎樣 我印象中是這樣 我不肯定 但我聽過名字就覺得 不知道是書巾見樂還是怎樣 但也很受歡迎 前陣子有一間藥房 銅鑼灣 就賣黑鬼油怎麼騙客人 就這樣問 人家是黑鬼油做兩支 他說好啊 然後就說他用卡 然後就幫你按幾十倍 類似 好像最後是拿三萬多 他最後是拿三萬多 買了兩支黑鬼油 神經病 神經病 不合理 燒委會現在就 在想怎樣告他 還是怎樣 現在就覺得不可以縱容這些 這間藥房就在銅鑼灣 一向藥房就有一個 類似正貨正價的協會 類似這樣說 這些是好藥房啊 不出古惑 不賣山寨的東西 他首先就除了他的名 第二呢 現在就在想怎樣追討 但是記者前幾天就去銅鑼灣這個藥房店 人家早就看到掛了一個招租牌 即是他已經馬上不做了 著草了 賺了幾億 而且他也應該做不到下去 你怎麼做下去 即是那些藥房已經臭了 即是報紙賣到行 這間藥房是神經病的 黑鬼油兩肢三皮肌 這樣就拖很久了 主要是想說 即是他對執法 即是對這些藥房 這麼瘋的 這樣做生意 都沒有怎樣處理 即是這樣等 等一等一等一等 都搞了一個月 即是人家走老了 隨時都不知道怎樣追討 那些人想拿 那些人百比三萬多 銀行不會理得你 你弄卡 那是誰 你給了筆數 就要銀行照收你 不會說這麼多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你銀行 就算是被人盜取了信用卡 那些東西 你還是要照給 很白癡 很傻 這些不是我的 對 那是不是你的卡 銀行 對 那不是我的卡 但不是我的卡 被人欺負了還是怎樣 那就是你的卡 就要給了 就是這樣 還有剔除他這種正貨正價 我心想 你們平時 大家去藥房買東西 都沒有什麼在意 咦? 現在沒有正貨正價 靠頭 不能買到有多少 我真的留意第一次其一 第二 你給正貨正價 你是怎樣給 雖然你給了他正貨正價 靠頭 但這傢伙也是做這些瘋子的 比例也是沒有用的 他可以隨時變節 可以立即做二五仔 翻桌 不認人 不生氣 現在我不想 我要做邪派的弱火 現在不生氣 正貨正價 一個屈尾十 就這樣做 可能之前已經弄了幾宗 都不知道 那又有什麼用呢 這些正貨正價 就毫無監管 我主要就是覺得這些 多餘 藥房有很多這些 龍妖 最近有傳說 因為現在的奶粉 等等 現在大陸有得買 可以放什麼奶粉區 奶粉交易區 還是什麼 現在很多藥房 就不太做得住 現在又收拾了很多間 居民就是這樣 總之 那些人的三皮幾 我看法都冷過水 說真的 我感覺到 他應該 嘩 這樣推也沒事 我想他應該 拿不回來 那三皮幾 上次那個人 上次另一單 不知道買什麼 他就 大膽沒有當 買一個教訓 很老實 我自己 他說什麼 我自己當買一個教訓 豈有此理 這球 唉 我認識 有人說 沒什麼問題 對不同人開不同 大哥 你開貴多 我想你開貴多 40元 我都不會吵 即是100元 不要說40元 你開多100元 我都未必 即是未必有人敢 怎麼吵 我說是呀 我的店是這麼貴 但是你三皮幾 大哥 說到 已經是瘋了 價錢 是說幾千% 是幾千 幾十倍的價錢 大哥 你說沒什麼問題 將來你又可能 有一劑 你不小心 買東西 好啊 當然 你沒想過 即是你想 那個人是可能 貪方便 即是怎麼說 我要兩支黑鬼 又快 趕著離開 那你相信他 大哥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相信那間藥房 這些東西 算了 他說你喜歡賺多少 零頭不跟你算 沒所謂 人家是這麼想的 大哥 那你不是 那麼盡 一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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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餅 離譜一點 這些又 我想你說收多100元 那位 你猜他會不會報警 不會 為100元報警 回到大陸還有空 你 不會 算了 他說下次不來 這間藥房 真的沒事 甚至200元 300元 我想那個人也未必吵 你收到這麼瘋 啊 五位數字 是人都瘋了 大哥 佛都有火 立刻告 對吧 對不對 好 來吧 小心 哇 你說會會會會 這些 你遲早會有一天 你又會有一次 中計的時候 你又不要哭 這些 就是這樣 風水輪流轉 有事 蛤 好 有人說什麼三皮幾 有良心 蛤 神經病 信用卡的那些可以最高 滾幾多 就滾一層樓 開夠十 不行的太貴 為什麼呢 三皮幾 其實是一個策略 一般信用卡 那些 連接著透支 大概五皮 他說 擔心那個人 之前 可能有什麼 擔心擔心 擔心擔心 過不了數 那就糟了 我先生這張卡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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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 又是 沒試過擔心 雖然我也沒試過 但我會知道這些 我買東西很少擔心 我不喜歡 我很煩 我用什麼EPS 直接扣銀行的錢 不喜歡 給人 好像拿銀行錢 全身不聚財 我就不喜歡 又要找錢 不忘了找錢 又佛息 我不是很喜歡 用信用卡 還有有時候 你買東西 那些店舖會說 如果你用Visa卡 要付手續費 所以我不喜歡 那些小店舖通常會有 幾個% 你用卡嗎 那就要收不到幾個% 手續費 大店舖通常沒有所謂 不會有這些 但我又喜歡這樣 好 小心 不找錢 不找錢 有得不找錢 就好 你銀行 你又有 你 銀行追你 算是這麼容易 你哪有 那些大財團惡 政府立刻幫你 幫他忙 公司走你 而你走公司 算是難 通常都是這樣 好 好 來吧 給了直線 不給 吸一吸 再看 連吸幾個 再給下去 好 可惜 你最高試過什麼 五皮 即是 滾卡滾 五皮 買一層樓 我經常都是這樣 信用家滾那層樓 如果可以的話 肯定每個人馬上滾 那層樓 那層樓 你知不知道 原來 原來 之前 原來這件事 有段時間說 現在 就說 不知道哪層 蠔宅 長沙灣 叫什麼 加帕山 還是什麼 我不記得 類似筆架山 這些 長沙灣 有個蠔宅 都很貴 即是 幾千萬上落 那些 現在發現 整個屋 園 又有 圓水 不僅是 屋邨 豪宅 也有機會 好東西 所以 不過應該都是新的 最主要就是 好 傳統舊的豪宅 應該就不敢 太古城 那些 那些 應該 嘩 差一點 好笑 應該是不敢用的 太古城 有很多 日本人 住 韓國人 住 不敢 得罪外國人 不行 通常就是這樣 我印象中就是這樣 長沙灣 我想少些 外國人住 沒所謂 之前還看過一宗 原的新聞 說什麼 合約 水務處 說什麼 合約 說什麼 說什麼 要用無緣的東西來建 然後 然後 他說什麼 承建商 說不是 看到合約 沒有寫 沒有寫的 沒有字 就是說要用 全 含有 即是他本身的合約 類似 就是 必須使用 含無緣的物料來建 然後 後來承建商 不知道 報紙 說什麼 承建商 不是 合約寫 打漏了毛 字 就是 要用含圓 物料來建 然後 不知道怎麼爭 可能 承建商就說 那我現在跟著你要求 用一些圓 不關我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肯定 但我看完 就打個凸 哇 那麼重要的合約 要找什麼 必須要含圓 真是全家被你毒死 大佬 一定要用有毒的物料來蓋房子 瘋 蓋房子 蓋房子 再蓋房子 再蓋房子 哇 真是黑得瘋 這樣也沒有 你怎麼看 對 對 有雙眼生在哪 不知道 那你 承建商當然是開心的 哇 用含圓 是貼物料來的 哇 馬上瘋瘋 臨籤 那他當然 不管 又不是他住 又成 喂 淺以待 是吧 我不肯定 這些我不知道 不過就沒有人性 正常 什麼 正常 都會問一問 哇 政府是不是瘋了 你確定要用圓 死人了 大哥 對不對 好像你核彈發射 你看那些什麼未來戰士 啟動 什麼天網 我都要問清楚 是不是真的啟動 啟動 啟動的 321 多次核對一下 大哥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評論 說這份合約 是否等於廢的合約 簽來等於白簽 做這些合約 就是說 必須使用有圓的合約 就是這樣做 耐火 tag 呢 不管是用圓的原位 玩完 工夫 政府工作 是可以自己ieg勢 себе 人員 奶 也請自己 Jay 其他人再加工 今年加很多 是 part 成功 整個結塔塔圓 很賦敗 這些和民北僚身 以前經常說的 那些縱使什麼朝 那些什麼不好的 就是說 說什麼官僚 腐敗 就是這樣 有些人說高鐵 早前不知道看什麼Facebook 說蘇聯有個錢 有個不知什麼計劃 是做太空 太空東西 你知道那時候蘇聯 蘇聯被美國人水了 做火箭 扔很多錢 如果他不做 現在還有蘇聯還未破產 那時候 蘇聯的太空科技 是超厲害的 最厲害的科學家 全部被人 在那裏整 當然厲害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總之也是太空船 No.1 做太空站 等等 他說什麼 折算就是現在 不知道多少億 算錢 好像也是 百多二百億 然後他就說 高鐵已經可以建造幾個太空計劃 就真的銀河鐵道999 都搞得定 他又說什麼 蘇聯 好像沒有幾百 好像五十億 類似 他說人家做太空倉計劃移民 好像星際啟示錄那些 這樣的技術 做這麼多東西才是這樣的錢 現在建造高鐵 是建造成這樣 還沒有美飛台 現在也不知道還建造不建造 好像肯定建造了 現在確定了 就說不知道 但又不是很清楚 說要多建造多少錢 沒說得很清晰 嘩 漂亮 真是半車身 真是 探索太空比高鐵還好 你探索太空 他可能可以給你一個遊戲 我們探索這個遊戲 成為你兩三千億 還衰 你不要說這些 待會你 如果你在香港做 政府說我們不如做探索太空 然後可能 你想想高鐵 他都花這麼多億 然後你太空那些 更加 作你一獎金 又再做 又說做一隻遊戲給你看 找什麼太空 Final Fantasy 我們現在就研究 找太空這些東西 在遊戲研究 然後又不知道 消耗你很多經費 在電腦玩 對呀 還未上太空 不行 還未準備好 還未了解好 情況是怎樣 Gimiguru Gimiguru 搞很久 歐洲太空總管處 10年用100億 50億是港幣還是美金 不知道 不記得了 應該要串高鐵 應該是計算港幣吧 我猜 他應該幫你計算好 大陸探索太空 是否跟北韓射火箭 都叫... 怎麼說 射火箭 楊利偉都真的飛過上去 有東西看 你都說成功升空 不錯 是吧 所以就有些偽積 風高 偽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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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總之就是這樣 看上去就是 有東西看 這個就... 啊 高鐵 現在還沒什麼事 什麼都沒有 接著還有一則新聞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這則新聞有一個很好笑 早幾天有個年輕人 有個年輕人拿刀打劫粉嶺 粉嶺有些便利店 就是漆仔 鬼佬很流行 有些人拿著一支槍去便利店 說把所有錢都拿出來 就馬上在收銀機裡拿走 這個年輕人 上個月就照樣做 拿刀 在粉嶺那邊 總共打劫了三間便利店 拿了錢 當時他打完劫沒被人抓 成功的 是圖子夭夭的 走得很厲害 走完之後 他最近被人抓了 知不知道為什麼 他當時就是... 他當時穿了一條 有一個火焰Logo 短褲 就像以前的火焰大喇叭 那個Logo 短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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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Logo 你當好像... 那個形狀 款式好像 One Piece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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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拳 艾絲 那一條褲 那一條褲 他... 為什麼因為這條褲被人抓 他有一天 就不知道 洗完衣服 那條褲 那條火焰褲 浪在露台 即是那些浪衫竹 這樣浪出來 那警察就要調查案件 調查案件 看看這區有什麼線索 之後 當時他記得那些店員有說過 這個人穿了火焰Logo 短褲 那警察就走走走走 咦? 他說這個人是浪衫 浪火焰Logo 短褲 開始調查 著手調查 查一查 之後 問一問 等等 然後就... 被人發現了 這家人 就是有那個年輕人 住在這個戶 就是負責 就是之前 偷過東西的 於是 就被拘捕了 現在就... 不知道 在屋裡 就拿了衣服 波鞋 刀 去協助調查 你可能會覺得 還拿一把刀 有什麼用 指紋 過了這麼久 都被拔掉了 可能他的作用就是... 就是類似給店員認 是不是這把刀 是不是這把... 但我斷估不會這麼白癡 如果你要去打劫 你不會在家裡拿一把刀 然後打完劫 還拿回去 剛才打完劫 然後砌回去廚房 那個... 收刀的位置 斷鼓 不會 剛剛... 我不知道 我正路 我就覺得... 應該是... 是吧 正路一用完 就馬上丟掉 你看那些... 古惑仔 都是這樣的 在外面 不知道 拿一把報紙 包著他 放在褲子上 用完 砍完 人 或者怎樣 馬上丟掉 這些是... 犯案常識 第一時間就是毀屍滅職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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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 正路 就... 就不會 這把刀 警察拿回去 但他們程序上 是可能要這樣做的 對嗎 好 哎呀 我懂 有些人說我穿幾套衣服 很容易被人認 我不會犯事 就認 沒所謂 你就拿 你就看 我又不要做 我又不會犯事 哈哈 警察就上來 我問阿sir 喝茶過來 啊 這麼錯檔啊 阿sir 進來喝杯茶吧 哈 又是你打完劫 就把褲子脫掉了 立即扔掉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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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追蹤片 都是這樣 那些綁匪 拿完薯金 就不斷脫衣 又換車又行 要不然 那麼容易跑掉 那就不用搞這麼多事情 第一時間 衣服又脫 褲又脫 面具又脫 隨便 隨便戴假髮 讓你以為是長頭髮 就立即扔掉 來吧 對嗎 啊 好...來吧 剛剛有人說一句話 我覺得很好 好...一會兒再說一下 射下去很漂亮 剛剛有人說一句 警察會對達叔說什麼 阿sir 做事不用你夾 哈哈哈 說得很好 沒錯 阿sir 做事的確不用我夾 這扣子 撐不了 警察很喜歡說這句話 對呀 警察做事不用你夾 還有什麼對白 你住哪裡 警察最喜歡這樣 住哪裡 在街上查你身份 住哪裡 做什麼 怎麼這麼晚不回去 怎麼在街上 還會問什麼 通常警察就 讀書 讀書還是工作 對 讀書還是工作 然後 還有什麼 想想一下 住哪裡 然後 例如說 你現在在柴灣 然後 他問你住哪裡 柴灣 首先你現在在柴灣 然後問你住哪裡 然後你可能回答 我住在元朗 然後他又說 啊?元朗? 還要這麼遠走 我們是柴灣 做什麼? 他又會這樣 類似地問 很多 通常有幾句對白 他們經常在問 好 有時候還會說 你打什麼元朗 他還會說 元朗你住了嗎? 哪裡啊? 就是這麼大 他一直在問得很仔細 好 好 總之就是這樣 因為這宗案 這宗案 就是因為他穿了火焰大 火焰大暖褲 不是火焰大喇叭 結果行蹤敗路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是 衣著很重要 可惜有中柱 拿大學生證 通常沒事 有些人是這麼說 說什麼 如果看到你大學生 不是的 現在不要 以前可能 很多 十年前大學生 難一點 就是少一些大學生 就會 怕 哇 知識分子 不要 可能知道法律 或者不敢亂問 現在又不是 不知道 那又如何 大學 大了嗎? 大學大 還是 警察大 沒有影響 我照樣問 好 如果你說我 如果你是做什麼 或者有什麼身份證明 或者有什麼身份證明 他會 禮貌一些 我在想 做律師 做一張 什麼事務 鎖卡片 給他看 律師 馬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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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拿學生證 就問我身份證 有些人說 一定是 他意思是拿錢包 順便 給你看 我是大學 XX大學 有什麼意思 有些人說 拿美國人的護照 給你看 可能也是 英國 歐盟 那些什麼 給你看 美國人 馬上不敢 有些人說 中學 中學 火燭 之後他走過去 跟 警察說 什麼火技 什麼環境 神經病 不要玩這些 這些事情 可大可小 最好 不要做這些 神經病 行為 他們很喜歡 說什麼火技 什麼師兄 你打算用這些 他們用開 共用的詞語 就 就這樣 混熟 以為 你也是 警察 最好不要做這些 我寧願乖乖 讓他做 一會兒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回到警察 就不太好 好 雖然你這些詞語 沒有任何冒充 說話 但是 最好 免得有什麼 不必要的 誤會和麻煩 對 對 好 照過 你看 多厲害 漂亮 為什麼通常叫師兄 不叫師弟